您看四川的刘汉和天津的渔座民 那都是No.1 他俩对抗起来会产生怎样的火化呢 那火光事件呢 您看这个刘汉呢 他是在这个1994年 在这个四川搞这个期货的时候 一下子就成功了 回首在这1997年 把这个汉龙集团就给建起来了 您看这个汉龙集团 如日中天呢 做的满满也多 涉及的行业也多 于是乎刘汉通过朋友 印识了天津这边 有一个叫海胜 海胜钢铁集团的老总李海胜 那么刘汉要跟这个李海胜合作 干这个钢铁生意 您看就把这个电话打给李海胜了 李海胜这么一听啊 是朋友介绍的 也知道刘汉 说行吧刘汉你来到我天津 咱们俩就相谈 你看刘汉当时呀 就领着唐建宾廖军和刘维 还有一个叫做刘岗 领他们四个也就到天津了 到了天津以后 你看这边这个李海胜啊 好生招待呀 你说跟这边玩了几天 回首呢 李海胜就跟这个刘汉就说了 说明天咱们就洽谈 这边可能是要来很多的大员 还有是重要的客户 你呢 就是刘汉 你得自己出来 不能领你的兄弟 然后我们就是每个就是出一个代表 回首你的兄弟就在这个酒店待着吧 你看刘汉当时就是自己出席这个会议了 回首你就洽谈去了 刘维当时领着唐建宾廖军和这个刘岗 在这个酒店里 挺无聊的 那么就给这个刘汉打电话 那么刘汉空闲的时候就把电话接了 说哥 你看我们在这个酒店 你的洽谈 一下谈好几天 我们在酒店 你看我们出去玩的行不行 他哥 刘汉就说行 你出去玩吧 注意点啊 别野事 这边你看 李海胜也就听见了 说确实啊 刘汉 你的兄弟在酒店里确实挺无聊的 这边呢 我知道这个咱们天津有个河东区 有一个叫做天龙娱乐场所 那里边挺好玩的 也是我朋友开的 要不你就让你那几个兄弟 到那个天龙娱乐场所去玩吧 所有的消费 包在我李海胜身上 你看这么一说呀 这个刘维跟那个唐建宾廖军和刘岗 也就来到这个天龙娱乐场所了 到那以后老板这一看 是李海胜介绍来的 回首你说这上等的卡座 你说VIP88就给上上了 这边卡座一上上 搁几个 搁这个娱乐场所一坐 上边是跳的是钢管 这那瞅着一清二楚 回首这个钢管 钢管女啊 跳完事以后就下台了 刘维唐建宾和廖军啊 一人就找了一个 陪着喝酒跳舞这那的 这个刘岗呢 你别看他是一瓶不满 半瓶光荡 但是这小的眼光高 这一瞅啊都没看好 你说刘岗就自己搁这边喝酒 刘维唐建宾廖军 跟这个钢管女就玩上了 这一边你看刘岗 给他喝酒的时候 就身边走走过一个女孩 啊二十多岁 这个女孩可以说 长得像天仙似的 当时穿的也好 红色高跟鞋 黑色小丝袜 回首小皮裙 当时穿个蕾丝的小上衣 还有一个披风啊 也是这个薄沙的白色的披风 长发披肩呢 从这个身边一走过 这刘岗这一瞅啊 这个女孩 那就是我心仪的 直接你说在这个娱乐场所 一瞅着女孩 就是这个在娱乐场所上班的 她也就 这个女的当时从她身边走 上厕所 这个刘岗也就跟去了 你说到厕所以后 她搁外面等了 这个女的上完厕所以后 出来以后 刘岗就说了 说这个美女 一个人吗 当时这个女的就说了 说不是 我跟我男朋友来的 刘岗这一天 你跟你男朋友来的 你穿这个样 长得啊 也是符合这个 干这个夜场 这个女人的这个形象 你骗我吧 啊 你跟哥俩啊 哥不能亏待你 钱啊 哥只能给你多 不能给你守 你跟哥行不行 当时这个女的说 我跟我男朋友来的 我跟你干嘛呢 啊 你耍流氓啊 当时就往外冲 刘岗哗叉就给薅住了 他俩一撕不 直接把雷撕的衣服 就给撕来了 回手这个女的 就把刘岗给挠了 刘岗 就气急败坏 啪啪两个嘴巴 就把这个女的给打了 这个女的 当时打得嗷嗷之叫唤 就跑了 那么这个女的是谁呢 就是这个于作敏 她儿子于少政的 媳妇 叫做欢欢 你看欢欢的 哭啼尿笑的 就跑到于少政跟前了 啊 当时就跟这个于少政说了 于少政当时这一张 就吩咐兄弟 赶紧给这个娱乐场所 你去找这个人 那么欢欢这一咖 这小儿给这上等卡住 给他坐着 就他 回手于少政 直接过去了啊 当时这个刘岗 给他卡住了 你说也挺郁闷的 刚刚才给厕所 调戏一个女孩 没调着 给他喝闷酒了 哗啥刚才一喝 你说当时于少政 巴扎一手 哗啥给抢上 回手于少政 直接给豪头发 直接就给转过来 直接两下 当时给这个刘岗 就打懵了 刘岗说怎么回事 一瞅 这个刚才那个女的 被他调戏这个女的 指着他 刘岗才知道 是怎么回事 人家找过来了 刘岗当时还有点爆雄呢 说这个不好意思啊 你看我以为他 那个是这个 夜场工作人员了 没想到啊 是有男朋友 不好意思了 你看你说不好意思 那能行吗 那于少政是于作敏 他儿子呀 你搁这夜场 你调戏我媳妇 第一我面子过不去 第二 这叫什么事呀 回手抄个啤酒瓶 啪啪 就给砸上了 当时给刘岗 当时就砸有点梦 刘岗当时这一合见 我怪你毛病了 刘岗借着这个酒精 这个麻烦 直接也抄个啤酒瓶 啪啪 给这个于少政 打这个肩膀上 回手于少政 直接让兄弟们就上了 这边你看 刘维唐建兵 料车这么一瞅 刘岗 给那边挨打了 直接也就冲过来了 逼了巴了 逼了巴了 就打一起了 你说这边呢 功德营严就开始拉了 就给拉开了 拉开了以后 你看这个刘维 刘维特别的狠 直接跑到这个门外的车里 把这AK47直接拿在 直接给这个于少政 给指上了 啊 我不管你是因为什么 你打我兄弟就不行 这边你说把于少政 当时于少政领了不少兄弟 直接给逼 逼退了 他们就跑了 那跑了以后 那么于少政 能让这个呛吗 咱们下集见